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周末的专家会诊时间 现在我们的专家已经在会诊区进行着会诊前的准备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这位是张志文教授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 是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常委 这位是首读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张新清教授 他对老年期痴呆特别是阿尔兹海默病及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诊断 有着较深入的研究 这位是马林教授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 是中华放射学会神经学组的副组长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寻求帮助的几位病人 已经在我身边等候了 你们好 先简单跟我们说一说 你们这一次来到这个专家会诊 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因为我有脑梗塞 我想了解一下脑梗塞的治疗和我这个血管性 血管瘤 他们两个冲突不冲突 我需要运动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 专家给我指导一下我的运动量 应该是多大比较合适 谢谢 非常明确 你呢小姑娘 我是患电弦病有九年了 我想请各个专家帮我看看我这个病是怎么治疗 怎样才能痊愈 我想正常 想变得生活更好一点 是吧 对 伯伯您呢 我现在就是说一般你跟我说完以后呢 我能记住 但是呢过了以后也是 现在呢我都没有办法呢 就把别人告诉我 有办的事我先记了本上 那我就一个事办完了 我把本上那条就完了 就是一般 记不住事了现在 那我们希望今天你们三位都能够在我们专家会诊的这个过程当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那东京你可以先进去了 好 请客 各位大家好 你好 主要有什么感觉不好 我患有高血压二十多年 09年的有一天突然一下子 嗯 头非常的疼 当时我以为是感冒了 然后呢吃了一点感冒药 嗯 没有缓解 当时也是觉得疼的是跟平时的疼不太一样 后来呢 星期一上班的时候 我就做了个CT 发现有脑出血 好 那个你平时有高血压 平时也经常头痛 平时不经常头痛 不经常 但是也没太注意 因为高血压很多年的自己没有引起重视 然后疼的感觉好像没有太在意以前 嗯 那个头痛的时候 然后有没有什么恶心呢 吐没吐 没有 哦 旋律没有 没有 都没有 嗯 就是疼得很剧烈感觉 疼得很剧烈 对 过去从来没这么疼过 没有 嗯 嗯 嗯 既往那个高血压一般的血压水平是多少 最高的时候能达到两百 一百二 嗯 高血压在两百 嗯 那您口吐的时候是在做什么的突然的 也就是在用力的情况下还是咳嗽了吗 没有 就是 就是一个周末在家里头 嗯 好像在看电视当时 然后没有觉得有特殊的刺激或者是特殊的活动 那你有没有就是有一侧的这个胳膊腿啊 麻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无力啊有吗 我左侧的胳膊腿吧有时候发麻 主要以下肢为主 下肢为主 嗯 近期我发现这个左手现在有还是有麻的感觉 嗯 最近一段时间 嗯 在您头疼的时候 左边的胳膊腿有没有觉得无力啊或者是麻木啊 没有 当时头疼的时候视力没有受到影响吗 是的没有受到影响 当时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一两年来啊就感觉到视力看电视的字幕原来就没问题 现在这一两年我觉得视力还是有明显的下降 对 嗯 到一年做过检查吗 常常查过视野啊视力视野 这个没有 嗯 就查了一次视力 嗯 以为眼年是不是有时候看电视视力下降造成了就就查了个视力 还是有明显的下降 后来又做过什么其他检查 就是核磁和CP 哦 下面以后我们解放机总医院第一副主医院神经外科赵明主治医生 我们先把片子给我们讲 放一下啊 这个是09年9月份那次做的检查 第一次是吧 这个我们当时在这个CT片子上看到这个在右侧的靠近整页这个区域有一个高密度影 然后后来我们看了片子以后在最近还有复查 对 这个片子这个病变变化不是很大 对 这是这个磁工阵检查 这个检查也是在09年做的 嗯 应该是 当时看到这个在同样的部位呢 磁工阵上有一些异常信号的改变 那这个表现出来呢 我们当时需要结合CT来共同分析一下 有可能要考虑到当时有数学 这个是在一二年的了 比较近的了 看到这个病变呢 有一些变化 在这个图像上看到 除了这个原来的病造中间以外呢 周围还有一圈 这个低信号的这种改变 然后最近一次 我看到这个右侧的这个诊液这个病变 其实变化并不大 不管是在CT上还是在磁工阵上 变化都不是很大 从诊断来说呢 基本上可以考虑到是一个血管基型 这个海绵状血管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想了解一下 它是先天形成的 还是后天因为我血压高 反复因为以前没有很好的控制造成的呢 病高 跟高血压应该没关系 没关系 对 一般高血压出血不在这儿 你平时吃药吗 吃药 现在就是出血之后才开始吹 那你吃完药以后 你的血压维持到什么程度 基本现在能控制在13080左右 那还可以 那么你有没有做过其他的相关的 这个跟脑的血管病相关的检查 比如说像血的血脂高不高 血脂高 血脂高 血糖现在也偏高 也偏高 对 这些呢也都是这种 这个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所以呢 血压 血糖 血脂 一定要控制到正常范围 这个我们经过几位专家的会诊呢 我们大致对你的这个病情有一个判断 一个诊断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明确了 就是一个海绵状血管畸型 或者叫做海绵状血管瘤 是脑血管畸型的一种 是一个相对发展比较缓慢的一种疾病 那么在治疗上呢 这个一个是保守治疗 一个是手术治疗 你目前的状况 从这个三年的追踪上 情况来看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暂时不基于手术 在核实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手术把它切掉它 但这个不是很奇的事情 因为血压高 血糖高 血脂高 这个一定要控制下来 这都是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你这个病变位置 正好位于一侧的诊业 这个地方往往是我们 试路通过的一个地方 有些试剧穿导显微 都从这个地方通过 那么当它受影响的时候 有时候会影响你的视力 所以说你现在说 你视力下降 我们没有详细查 那么下一步 我建议你还去查一下视野 看看视野有没有影响 如果有影响的话 那可能和这个病变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病变 结果把它处理掉以后 可能会改善视力 还有一种帮助 现在我因为体型 也不要偏换 我是想就是活动一下 把血压血脂尽量 就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那么我应该怎样的运动 就是因为我现在运动多了以后 我觉得头部 还是确实肉疹部 这个地方疼痛 我想能不能专家 给我提供一个 这个多大的运动量 适合我现在的这个活动 实际上的运动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慢走 或者走路稍微快一点 这都不要紧 但是应该避免剧烈的浮动 比如说继续跑 或者是过分用力 这种地方要避免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些研究是这样的 就是人过分用力的时候 容量会高 而且有人专门研究了 就海面上血管以后 它这个局部的这个压力 过分用力的时候 它局部压力会高 局部压力高了 就有诱发除血的危险 赵一辰 你把那个会给印记 交给 好 谢谢 东姐 你好 怎么说了红光满面的 来 快来坐 好 我刚才发现一个问题 你说您得了高血压之后 一直都没有吃药 尖短吃药 没有正规吃药 那您知不知道 就如果高血压不吃药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致是知道 但是还是没有引起重视 所以说我觉得上这个节目 也希望有高血压的患者 真的要注意 头晕 头痛 脑腻竟然危机重重 这也是觉得疼的是 跟平时的疼不太一样 他老记不都是 想看看我这个病 跟怎么才能治愈 我患了电弦病有九年了 今年第九年 今年二十一岁 我想看看我这个病 跟怎么才能治愈 几岁开始 十二岁开始 当时是主要怎么一个情况 就是上学的时候 前面有个柜子 然后就不由得我控制不住 然后就看见柜子上面有个影子 然后就尖叫起来 眼睛前面就发黑 刚开始它就是愣神 一愣几秒钟 我们不知道它是这种病 不过它愣神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它认识后面严重的话 它就是 开始就是 发作就是叫一声 像叫一声 叫人然后以后就是 左手带臭 左手 其他的不臭 它站的还是站的 坐的还是坐的 没摔倒过 没摔倒过 也没有那种 小便实际的情况都没有 没有那种 它晚上的时候发病多 晚上睡觉时候 晚上睡觉时候 晚上或者早上刚起来 或者早上刚起来 凌晨时候 发病是好多的 上中学的时候好了三年 中学毕业以后 开始上中专 中专就不太好 中专毕业就一直发病特厉害了 多长时间发一次 它累害的时候 一天两三次 一天两三次 稍微好点的话 一个星期一次 它发病也像有郁感 有什么感觉 觉得快发病的话 我觉得是心慌 很紧张 很害怕 有恐惧感 心跳加快 然后有点恶心 胃有点恶心 胃也不舒服 对 这个时间持续多长 很短就过去了 很短一几秒钟 你后边还知道吗 知道 整个过程中心里都明白吗 有的时候不知道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犯病来没有 我就有时候不清楚 你是刚一开始的时候知道 刚开始是知道 后边就不知道了 还是整个过程 全都心里明白 整个过程 我有感觉 小时候出生的时候 有没有缺氧不顺利 也没有 也没有 对 都是很顺利的是吧 不是 它是剖腹产 您是她的 过程 您的就是您和她 和您夫人 你们两个谁的家族里边 有这种类似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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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怀孕的时候 她妈妈怀孕的时候 是足月吗 生的时候就是剖腹产 是剖腹产 她是从 生她的预算去 超出十几天的 那生了以后的 这个小时候得过什么病没有 也没有 没有 没有得过什么 比如说 脑膜炎 或者是脑炎 没有 没有 那是从几岁开始算病了 从十二岁 那个在这之前 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有 就是 十二岁的时候 学校 那个老师给她挑了一下班 我不愿意 不习惯在那个班 不愿意 从那开始以后 就放这边 这个不一定是直接原因 感觉 她有小时候特别 特别胆小 晚上不敢看外面的灯 她不敢看的灯 边下上面 特别害怕 回忆回忆她 什么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原因的情况下 她就犯病 她就是平时脾气不好 就是性格 情绪不好 性格比较内向 感冒 有时候 月经来潮 容易犯病 都容易犯病 到处跑来看 吃了九年药 不见秀 吃了九年了 不重的 这些药一起吃 一起吃 也控制不住 现在是越来越重了 还是能够 越来越重了 越来越重了 要吃的很多了 对 你是一下就同时 我们要都吃呢 还是先后换的 加的 同时吃 同时吃 同时吃的 对 你这么吃 吃了多长时间 吃了一年半了 一年半 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 那你这么吃了以后 还状态犯病吗 放 赵医生 你把影像学的 打给我看一下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块看一下 好 海马双侧的信号 还是有点偏高的 在冠状面上 也是看到 双侧的 涅液海马的地方 信号比正常的情况 要高一些 而且右侧还稍微有一点点肿胀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 老实质里头还好 就是一个阳性的发现 就是涅液天线 第二项 也是看到右侧 比左侧显的 信号高 更明显 横断面上 这个是一个 磁工阵的波斧分析 苏林伯普分析 我们能看到 它其实双侧都做了 双侧的 涅液海马 这个区域 能看到有一些异常的改变 比如说 有一些代谢物的 比值 看到 这个高度 应该说 跟正常是不一样的 这个对我们诊断 也有一定的帮助 尤其左侧的海马 看 有点萎缩了 已经有点萎缩了 这侧信号偏高 有点肿胀 海马萎缩常常是 它既可以是 电弦的一种原因 也可以是电弦的一种结果 因为电弦病人 他经常是抽了以后脑子缺氧 而海马这个东西缺氧非常敏感 一旦缺氧以后 首先表现都在这个地方 脑电筒是我们做的视频脑电 视频脑电上看 就是说这是一个它没有发作的时候 一个脑电 整个整体来说 这个脑电还是比较规律 比较规律 往下走 这也都是正常一个脑电 脑电波性 往下走 这个地方 前面 这个地方看起来 稍微有一点 震化的一种遗产 但是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 所以说 但平常我们还很难断定它 就是这个地方 是明显的一个电线波 下一个 好 这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看它那个 发作起脑电 这是它发作起脑电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局限于左侧 再往下走 再往下 从这个上看就比较不明确了 这个磁细的电线波 也在这个地方就更明显一些 这个病情分析 还不是说一下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几位专家还要把你这个病情 好好分析一下 分析出来结果以后 我们再来给你一个答案 好吧 好 先做一个皮层电线 你测试一下 这样就比较有把握 对对对 确实有那种 就是普通的脑袋 跟皮层电线 差的不太一致了 有 这个血压浓度一直没有测 这个药物治疗必须要正规 主量 而且一定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像他刚才讲的这种情况 又吃过中药 又吃过成药 据说说还吃了药的量又很大 很不规范 而且没有查过血压浓度 因为血压浓度是指导临床 用药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根据他这个血压浓度的多少 调整他的药量 这样的 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可能才能真正的达到治疗的目的 那你这几年 你觉得给你生活上带来 特别大的痛苦是什么 特别大的痛苦就是 我在家里一直待着 也不能出门 出门必须得有个人和我想跟 也不能跟朋友们玩 现在我血也不能上了 刚才月月我发现你就是在 那个中间那张主任 提到说你用药不规范的时候 然后你一下子眉头就皱起来了 那会怎么了 我担心那个药 如果是吃药以后 停了药含饭怎么办 还是会有担心 就药能不能彻底把咱这病给治好 对 如果不吃药行不行 最好是不要吃药 我现在吃药等于是吃毒药 不吃药就不行 有了依赖性了 刚才专家在跟你们交流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们心情非常极端 因为这次机会不容易 因为第一次 希望这一次能把我的姑娘变治好 那边会诊已经差不多了 咱们进去听那专家的会诊意见 刚才我和张主任还有妈主任 我们商人对你这个病情 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认为你这个目前诊断 诊断成癫痫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个应该属于一种 复杂部分性罚处 它是一种发生于涅液的一种癫痫 我们叫涅液性癫痫 涅液性癫痫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 过去你这个情况 治疗我们了解了一下 看来还是不是太规范 药吃的那么多 量那么大 吃的你干都难受 是 药物呢 一定要就是正规的用 按顿的吃 那么再一个呢 这个不是说吃的药的品种 越多越好 因为每个人对药的这个 反应不一样 所以呢 我建议您呢 到医院呢 去查一个血药浓度 因为有的药之间 不但没有这种 协同的治疗作用 可能还会互相削弱 对方的这种治疗作用 那么查一下血药浓度 那么这个 把这个 可用的药 看看它够不够 剂量 浓度够不够 那么正正规规的 按照医生的这个 交代呢 去吃一个时期 那么如果我们说 你把这个血药浓度到正常的 范围之内 那么吃正正规规的吃药 而不是说三天打鱼 两天上网那么吃的话 还是要平凡的犯的话 那么可以再上医院来 我们再跟这个外科大夫 一起协商 看看有没有可能 根据你那个影像的结果 根据电视副理检查的结果 来确定医院病状的部位 有没有可能手术治疗 想问一下 我现在吃的五种药 我又没有 吃现在吃的药 有没有规律性 有没有先吃什么 后吃什么 该怎么吃 我建议您先去查一个血药浓度 看看哪一个浓度 就是最接近它的治疗浓度 我们把那些浓度特别低的 跟你这个癫癫的类型呢 这个治疗呢 也不太一致的 我们可以剪去 但是剪药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程序 对 那么这个呢 你要在你所就诊的医院 就近的医院 接着呢 找医生来咨询 由医生来指导人家 怎么检掉 这个药物治疗是 吃几年药 这个呢 根据情况 并不是说从你得了病 我吃几年就可以了 要看你控制之后 就是临床已经不发作了 还要维持几年 虽然你吃的九年了 但你前面吃的到底怎么样 吃的效果怎么样 是不是规范呢 是不是吃的足够啊 还是什么 这个药合不合适啊 这都我们都无从谈起 我问一下长主 如果假如说手术的话 它的风险有多大 手术不是一种 癫痫病的首选的治疗方法 是 对 那个 一般来说 我们先是内科的治疗 内科治疗 你叫正规的 药物治疗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效 再考虑是 这个 有没有手术的可能 我们外科手术 它是有指针的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呢 就是说 像你这种 长时间吃药 效果不行的 吃药也治不好它 没有办法 另外呢 有些人吃药以后 反应特别重 比如说肝脏 肝功能影响啊 不能让他持续吃药了 那没有办法 就是治好手术 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发作 比如说 经常一发作摔倒 那直接有生命危险的这种 它药物又控制不住的 我们也阻挡手术 手术风险 应该是比较小的 因为你呢 这种手术呢 我们只是把它切除 它一部分的 癫痫的病罩的部位 其他的部位 我们不会动 只要找见它 把这个根子给它切掉了 你这个病也就好了 张医生 你把你汇险意见 谢谢 那今天也听完 我们三位教授 给你进行的 这个最终的会诊分析了 你听完之后 有什么想法吗 如果听专家的意见 吃药不好的话 我们就过来手术 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把这个公元的病人治好 各位政家好 好 来坐这 慢一点 慢一点啊 老人家你有什么不好啊 我还年轻 谢谢你们 我就是那个脑子 我今年已经72岁了 就是有比较 事情啊 现在 那我办的事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容易忘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靠客气 您这个记性不好 有多长时间了 记性不好 就 最近这两年 是 您觉得您的记忆力不好 我觉得我记忆力不好 您是自己感觉记忆力不好啊 还是说家里人 或者是那个同事们 说你记性不好呢 老伴有没有感觉 您记忆力不好啊 老伴他发觉 发觉了比较 他老记不都是 老忘记 这什么事都忘记 就像刚才有小孩21岁吧 刚才前面做节目的 那小孩21岁 他的眼部说 就问了四五次 那孩子几岁 我说21岁 他还问过会 也问了 那孩子几岁 他什么事都记不住 对老事情 过去的老事情记得怎么样 记得特别清楚 你问他 哪年大学毕业的 他都知道 哪年大学毕业的 六四年 六四年 就对眼前的事情 老忘记 记不住 那是您先发现 他记性不好的 还是他自己 先自己觉得 记忆力不好 我发现他 我们家孩子发现他 他还老不承认呢 不承认 为什么不承认呢 他觉得 其实都老了 多那样 多那样 那您觉得 他跟他 自己相比过去 就是已经记忆力 明显地减退了 他年轻的 绝对从未 脑子特别好的 一个人 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怎么发现他 记性不好的 有一次 他去领工资 领了工资以后 正好 我也不在家 我儿子也不在家 他一个人在家 去领了工资以后 那月份的工资丢了 怎么都找不着了 然后这么样 我们都说 你脑子又病了吧 说他 然后他才想起来 应该来看看 他自己认为我没事 老了多那样 他就不接受 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对 他说现在觉得自己是有问题了 现在 现在 那这一段时间性格有啥变好没 以前他脾气 一辈子脾气特别好的 好脾气 都是他照顾我 实际上老忘记完 他脾气也变了 变得暴躁了 脾气变得不好 你说什么 他要回答你什么 跟你讲嘴 跟你说什么 原来中的脾气特别好 好脾气的人 现在脾气就这 真是不行 过去有别的病吗 没有 血压不高 血脂不高 什么都很正常的 家里面亲属也没这些事情 亲属里 后来想起来 亲属里 中午 他的我们的奶奶 我们奶奶 最后活得特别大 要八九十了 八九十岁了 七十年代出的时候 我奶奶 最后一两年 就是 我们奶奶就说 吃了饭说没吃过 非得说 吃了饭吧 坐这张刚瘦的 后面厨房里去吧 也有类似的症状 后来想起来 我说是不是像奶奶一样 我想问问您 您吃早饭了没有啊 吃早饭了 吃早饭了 那今天早饭吃的是什么呀 您还记得吗 想一想 今天早上一个是西的 是昨天生的 还有就是一点发高 在我们家一般 都是南方的 南方都吃发高 早上吃的西的 西的是什么 西的是 西的是 他晚上生的那些饭 还有菜煮在一起 煮在一起的 对吗 他说的 不对 你今天早上吃的西饭 西饭 鸡蛋 鸡蛋我吃 因为他老是记得吃剩的 他具体的记不住 是 有这个特点 那记不住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片子吧 这个磁工阵的这张图像呢 我们是横切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脑部的里头 两个侧脑室 还有这个三脑室 显得比较扩大一些 这个比起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比这个小 现在扩大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脑勾宽一些 脑勾宽 这个表现提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脑食指有一些缩小 脑食指有一些缩小 我们在另外一张图像上还能看到 在这张图像上呢 我们还能看到 双侧的 涅液 就是我们说脑子里头有一个区域 跟记忆有比较密切关系的 这个双侧的涅液呢 有一些缩小 然后这个附近的脑室呢 也有一些扩大 这个也提示 脑容积有一些缩小 特别是在涅液 都有一定的这个缩小 这个诊断呢 我们会考虑到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呢 这个脑容积有一些缩小以后呢 会有一些带来一些 记忆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说的涅液 那个区域 跟这个记忆有关的 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对 涅液和海马区域 它是和记忆直接相关的一个部位 那么在你这片上 我们看起来 就是说 它这个相应的地方 萎缩的更明显一些 所以说你有很多东西 怎么记不起来了 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海马这个结构呢 跟我们的记忆里 特别是近级 直接相关 那实际上就是说 当你记住一个东西的话 这是一个储存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地方萎缩 它存不着了 所以你想再回忆的时候 就回忆不出来 这个海马萎缩呢 在这个有些病里边呢 是一个非常这个 一个突出的一个 影像学的一个改变 好了 接下来呀 我们想要还在跟你 在一起研究一下 你这个病情 之后关于你这个病情诊断呢 和下一步怎么处理啊 我们再给你一个明确的回答 谢谢你 好吧 请你们两位先 到下面休息一下 看好看好 看起来 你自己看好 波波 阿姨 回来了 请坐 来坐这 刚才张家在看片子的时候 就确诊是有一点脑萎缩 那你听完之后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专家根据片子 这片子呢 也不是现在有一段时间 跟我自己 对自己的那个 平时生活当中 我有些事情容易忘了 是混合的 我认为专家说的很对 现在不光是记性不好了 脾气也发生变化了 那您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心灵有变化吗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病 那它开始不相信 它开始不想自己有病了 我觉得它是病 我们就劝它来看 对吧 是这样的 也挺着急的 以前呢 都是它照顾我 从事的它老忘记 我的老丁呢 我的老照顾它了 我的心里 老丁那边 让它丢了 或者怎么了 对吧 你看它忘记到什么程度 我们家去年买米啊 它去一次超市买豆米 去一次超市买豆米 我们家的米 去年的米 夏天都长虫 塞塞过两三回 把我气得 忘记了买米 每次去都要买 都到买米 还有买六肥菊的萝卜头 我看专家那边 已经会诊的差不多了 咱们听听专家 最终的会诊意见 好吗 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 我们三个商量了一下 那么从临床来说呢 诊断还是考虑是一个 阿尔茨海默病 一个轻度 一个轻度 这个名字因为 没怎么听见 这是一个 我知道 苏三有的 第二个人的一个人名 他最先发现了这个病 所以他名字来命名 这种病呢 除了临床上 我们看到的时候 记性不好 会慢慢慢慢 有一些 这个减退的情况 以后呢 脾气啊 性格啊 也会有一些改变 生活能力呢 也会减退 那么从我们医生来看呢 在影像上呢 还能看到这个脑子的一些改变 这就跟老年人的老弧度 一样吗 不一样 那么这个 随着年龄的增加呀 老年人会有一些 这个记忆的减退 但是呢 重要的事情 不会忘 不会忘 就像刚才您说的 他工资的问题 这个不会忘 对吧 如果是一个病的情况下呢 他会这个 怎么回忆 回忆不起来 不但回忆不起来 那么这种记性不好呢 会逐步逐步 会进展 会加重 这个呢 跟这种老年人的记忆的减退 是有差别 二三病呢 在医学上是一个难题 是一个全世界面临的一个难题 就是说 没有那种像 治疗感冒似的那种 彻底能治好的药 但是呢 这个 他呢 来看的比较早 现在呢 程度呢 也是一个轻度的这个痴呆 那么早期的这个治疗呢 能够延缓它的进展的速度 另外呢 还可以改善一些症状 这种药是有的 那么到了 医院也好 那么会经过医生厨房 会给您开的 假如说我们在 用药以后 定期的来复查 我们要通过刺宫症这种方法 去动态的来 看一看 这个脑子有没有进行性的萎缩加重啊 还是比较稳定啊 通过影像学给提供一个 治疗疗效的一个评估的这个证据 另外除了常规的这个 刺宫症成像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 像包括甚至全脑的这个容积的测量 也用刺宫症这种方法 更精确一些 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刺宫症的波浮检查啊 也可以去看一下脑部的这些改变 就是说 总的来说 现在的影像学诊断 除了刺宫症以外 别的好像还不太好 主要还是选择刺宫症 CT的这个价值稍微小一些 除了这个药物治疗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些 我们叫这种 这场这个认证中的一个训练 一个锻炼也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要动脑 还有一个呢 一定没有 动口 还有一个呢 动手 动脑 动口 动手 用自己的脑子 多看看书啊 你喜欢打桥牌 多打打桥牌啊 或者麻剑啊 对于动脑都有好处 现在呢 社会上很实行那种速度啊 做一做 就是说 长时间用一用 不至于它摔腿的很快 他现在可懒了 他是这动脑子 你那个一定要鼓励他 去尽可能的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 不要说因为他记得不好 或者做得不好 就不让他去做 或者代替他 他说老跟着我 跟着我 他就不动脑子 只要既然可能脑子 记不住了 我说可能要依赖别人 那么您呢 跟他在一起生活 要尽量的 让他来动脑 动口 动手 知道 知道 另外呢 今后他吃药的话呀 你们最好家人给他 挟着他一起 因为有时候他吃完 吃没吃忘了 别吃多了 家里要照顾好 好了 谢谢啊 各位最佳谢谢 来 你快走啊 你看啊 真的吗 知道 来阿姨 坐 这也是拿了一张会诊的结果 来 快坐 我看上面写的 就是对于病情有个基本的描述 然后还有专家具体的讨论意见 从影像学上的辅助诊断的 还有生活日常 该注意什么的 还挺详细的 回去之后咱们再慢慢看 您听完这个会诊结果 你觉得怎么样 在这个百万当中 能为我们这些老年人 来做这个课诊断 对吧 非常感谢他们 这都知道吗 都要使劲的记 使劲的锻炼 你刚才那个小孩 二十一岁 你应该记得 他二十一岁 一方面得用药 另外一方面还得加强自己的 这个记忆力的锻炼 冬去春来 炸暖还寒 是感冒的多发季节 最普通的疾病 却有很多误区 明确到肯定会起相反的效果 那这么一说 我这一辈子全是吃错药了 中医专家 做客健康之路 我们中医讲了 没谈的叫壳 又谈的叫壮 介绍预防和治疗感冒的良方妙药 3月12日至15日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